在新北防台整備會議中 天氣風險管理公司分析指出 小犬颱風預估週四登陸台東或屏東一帶 對新北市沒有直接影響 但外圍環流帶來水氣 週三到週五新北市東側 南側山區以及北海岸會有大雨等級 副市長朱蒂志表示 雖然新北市列入颱風警暴範圍的機率很低 但是北海岸、東北角以及烏來、新店等區公所 應該要注意外圍環流帶來的大雨 沿海空曠地區有9級強陣風或4公尺以上長浪發生的機會 要加強宣導民眾不要前往山區、海岸、西邊從事官浪、 汽水、釣魚或溯溪等容易發生災害的活動 而石門水庫也接近滿水位 調節性放水機率高 也提醒下游週邊民眾要注意水位上漲 因為這個外圍環流的一個影響的一個部分 那對於這個我們的東北角還有北海岸 還有在東南側的山區 就是可能烏來、新店這邊 那會帶來大雨 那尤其是在沿海空曠地區 大概有9級的強陣風發生的一個機會 所以在這邊我們大家一起要注意到 整體的颱風的一個最新的一個動態 那尤其是剛剛在講的北海岸跟東北角的區域的一個部分 那剛剛從整個氣象資料裡面看到 會有4公尺以上的一個長浪的一個發生 所以對於這個有關浪的這些部分的 要可能要去做一些這個相對的一些勸禮 這個要拜託大家我們一起來做 石面水庫可能會有調節性的一個放水 石面水庫現在庫容量已經到97.8% 那可能會有調節性的放水 在下游區域該注意的一個部分 我們要去提醒民眾來做相關的一些注意 同時朱立志也要求公務 農業 經濟發展局 針對工地鷹架 招牌 圍籬 路數等進行預防性強固 交通局 社會局盤整需要撤離的交通工具 以及收容安置場所能量 儲備民生物資 水利局要確保抽水機組正常運作 各區公所注意車型地下道 側溝淹水 及時啟動安全預警措施 記者趙世淵 新北採訪報導